大家好,我是吉台台掌神范 之前有講巴士及鐵路 今天就講遠一點,就講一下飛機 各位乘飛機時都要見到航班號碼前面有兩個英文字 目的地機場有三個英文字代表 今天就來看看這些IATA及ICAO的代碼 IATA全名是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中文叫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就是一間航空公司的工商組織 簡單來說,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會在裏面的組織 雖然所有在有政府許可的航空公司都可以加入 但不是所有航空公司都有加入 例如在裏面查聲譽航空就查不到 然後就是ICAO,全名是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中文就是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就是聯合國專門管理民航航空機構 不過會員就不是航空公司本身 而是聯合國的國家 以香港交通作比喻,ICO就是政府的運輸署 ITA就是九巴城新天使小林組織加起來的同業工會集團 大概知道這兩間公司的背景就來看看代碼 會有分別各間航空公司的航班 航班號碼之前都會加入航空公司代表代碼 ITA和ICO都有兩款不同的代碼 IT就是兩英文字母或者一個英文字加個數字去組合而成 ICO就由兩個過渡到現在就是三個英文字母 通常我們做乘客就要用ITA的兩位代碼 管理航班例如機師和控制塔都要用三位代碼 另外一個無線電的符號就是一組英文詞語 通常用無線電符號叫控制塔時就要用到 除了航空公司之外 每個機場都有組代碼 ITA和ICO都有各一組代碼系統 ITA就是三英文字母組成 ICO就是四個 ICAO無論如何都要比ITA多一個 同同公司代碼一樣 大眾通常都是用ITA的代碼 ICAO就是空管 ICAO代碼不同 ITA 代碼不是隨便改的 在四個英文字母中 第一個字母就是所在大洲 第二個就是國家 部分地大國家就用第一個字母做國家 值得兩三個字母分辨機場 再說一下共享代碼政策 每一班航班可能不止一個航班代碼 可能和其他航空公司一起營運 同一個航班 就會出現兩個 甚至更加多的代碼 例如5至6個 這個號碼通常在營運時用的 就用回主要營運航空公司的號碼 即是飛機所屬的航空公司的號碼 其他公司可以購買那張機票 但不會參與營運 所以這間公司可以有更多航點 營運公司也會購買更多機票 可以方便乘回那間航空公司的機票 可以轉機比較多的地方 有機會和大家說一下航空聯盟的東西 上面大概看了這些代碼的來源 有些時候太短了 就讓我們看看不同航空公司的代碼 想拖一下節目 首先來看看香港的航空公司 就是國泰河 航空的ITA就是CXC ICAO就是CPA 就是來源Cafe Pacific Airlines 我可記得ITA跟英文沒有關係 可以XXXX 其中一個符號是Cafea 港紅是HXX、CRK和Cohenia 而且是自徑化 可見連ICAO都可以不關英文的名字 因為符號都可以改得有特色一點 看出自徑化的角落也挺有趣的 其他例如港龍就是KA、HDA和Dragon 快運就是UORA、HKE和香港Shuttle 看來符號是完全沒有長度限制的 香港的直升機公司 空到快遷都就是3E、EMU和East Asia 接著就是拖時間 看看台灣的例子 華航就是CICL和Dusty 中文就是王朝的意思 但五星的概念是長榮 長榮就是BR、EBA和EVA 新開的聲譽是JXX、SJX和Skywalker 日本航空就是JL、JAL和JAPAN AIR 是一個很無理的符號 和A1做A1 ANA就是ENERGY、ANA和AUDEPORT 大航航空就是KEK、AIR和KOREAN AIR 韓亞就是OZ、AIR和HANA 很多實態是推動的 就是機場代碼 實態太無聊了 還是說說香港機場代碼 不要緊 集合機場的ITAMA就是HKG ICO就是VHH V就是南亞、東南亞、包括印度和泰國的範圍 另外加上香港是澳門 VH就是香港 VM就是加澳門 香港其實有3個機場 還有一個是石江機場的VHSK 上海直升機場就是VHS ITA就是HHP 石江機場因為不是民航機場 就沒有ITA 澳門外國碼頭的直升機場只有ITA X、Z、M 沒有ICAO 想打提 台灣的桃園機場就是TPE和RCTP TPE本身就是台灣重申機場用的 後來就有一個桃園機場給了它用 重申改成TSA繼續營運 這件事實在太無聊了 除非我當作貴密比賽 因為觀眾都離開了 所以 我隨便背幾個台灣機場ITAMA 台中就是RMQ 台南TNN 高雄的KHG 花蓮的HUA 台東的TTT 彭湖MZG 金門忘記了其他武器國 還有兩個機場 上海的PVG HHA 東京HND LTA ION杯 做總結 我今天大致有看過ITA和ICAO的號碼 公司用機場代碼 在野上沒有問題 好問 隨便 如果香港新機場會改甚麼ITA碼呢 我先改過 LRK 代為Lion Rock獅子山精神 然後機場在獅子山上 各位事人 各位事人 又要解釋原因 例如這些隨便 有甚麼遺留 補充歡迎留言 希望大家可以按個讚 等個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